咱们东北的黏玉米啊,你知道怎么做,它才最好吃吗? 喜欢这道菜啊,保证你能多吃五碗大米饭 首先我们来准备一盘不要钱的排骨 咱们给它冷水下锅去焯一下水 加入姜片和料酒去除它的腥味 焯好之后呢,捞出来清洗干净为用 然后呢,咱们起油烧锅,油热呢,放入冰糖 这个排骨想要颜色好看红亮啊,炒糖色很关键 咱们先开大火把冰糖敲碎,融化 融化之后呢,转最小火去熬它 咱们呢,小火慢熬,给它熬到这种枣红色的时候放入排骨 然后转大火给它翻炒上色 放入葱姜桂皮,八角香叶,干辣椒 再放入生抽蚝油,一丢丢的老抽上色 咱们给它炒匀之后呢,加入温水 一定要加入温水,这样呢,肉质才会更加的细嫩好吃 水开呀,咱们给它扣盖炖35分钟 这个时候准备两根咱们东北黏玉米 给它改刀剁成大块 35分钟后,下入玉米 再加入盐,鸡精,胡椒粉调味 后盖再炖15分钟 时间到大火收汁 东北黏玉米炖排骨制作完成 你学会了吗?跟着我 明天见